李宝田定制剧《神医喜来乐》获奖无数,剧中藏着六位国家一级演员。 此文戏锦号《毛山娱乐锦号》原创,未经授权,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,但欢迎分享至朋友圈。 很多电视剧是有剧本后,导演才会根据剧本来选演员,但有部电视剧是个例外,编剧写这个剧本时就是为了演员李宝田而写的,后来剧本被香港一家公司买走,因资金问题被放置两年后,最后又被中央电视台买了回来,尽管导演换了几次,但主演李宝田一直没变,这部剧叫《神医喜来乐》。 神医喜来乐剧照。 这部剧于2003年1月21号在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,播出后获奖无数。 第21届中国电视剧《优秀作品》。 最佳表演艺术男演员奖,最剧人妻男演员奖,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奖。 第23届中国电视剧《优秀长篇》《优秀男演员奖》。 中国电视剧产业20年盛典百部优秀电视剧作品,以及突出贡献人物奖,李宝田周振天获奖。 一部电视剧能获得这么多的奖项,一离不开好的剧本,二离不开好的演员,今天《茅山君》就带大家818剧中有哪些戏谷? 其实这部戏里有六位国家一级演员。 第一位,剧中男主角《神医喜莱乐》的誓言者演员李宝田。 《神医喜莱乐》,剧照。 李宝田,江苏徐州人,他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进修班,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,1983年主演电影《创江湖》。 正式开始演艺生涯,代表座右,《凤凰琴》,《橘斗》,《宰相刘罗国》,《神医喜莱乐》,《王宝长新片》等。 他现在是国家一级演员,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,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电视部艺术指导,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影视名人研究会名誉会长,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词典,荣誉主编。 第二位,《太医院院士王天和》的扮演者杜宇璐。 《神医喜莱乐》,剧照。 杜宇璐,黑龙江哈尔滨人,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艺术学院,毕业后进了哈尔滨画剧院,成为画剧演员。 197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在电影《间隙》中扮演政委,从此进入影视圈。 他的代表作有《雍正王朝》、《白银谷》、《省委书记》、《突出重围谷碎黄了》、《黎明前的暗战》、《蝶血黑谷》等。 他现在是哈尔滨画剧院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剧协会员。 第三位,《喜莱乐徒弟张德福》的扮演者吴军。 《神医喜莱乐》,剧照。 吴军原名吴泰,湖南桃江人,12岁时就被获得《十二岁红》的美称,1995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谢毕业后评主演的电视剧《士兵今年十八九》的角色,同年被南宁战友话剧团特招入舞。 其貌不养的他所造了一系列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,如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、《李德雷锋》、《神医喜莱乐》、《中德德福道》、《张思德》、《李德张思德》、《康熙威福斯坊》、《计二》、《李德三》、《德子》。 他现为北京军区战友文公团国家一级演员。 第四位,光绪的唐书兼心腹靖王演的扮演者徐连生。 《神医喜莱乐》、《剧照》。 徐连生是河北省朗诵艺术评委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曾任河北省话剧院副院长,是国家一级演员。 代表作品《神医喜莱乐》、《西游记后船》等。 第五位,要罢孟庆和的扮演者杜旭东。 《神医喜莱乐》、《剧照》。 杜旭东、《北京人》、1989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《老少爷们》上罚场代表作用《神医喜莱乐》、《大宅门》、《有话好好说》等。 杜旭东、他是影视圈有名的反派专业户。 他曾获得全国电视剧是家演员称号。 他目前是海正电视艺术中心演员队书记《国家一级演员》。 第六位,李鸿章的扮演者孙树林。 《神医喜莱乐》、《剧照》。 孙树林是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化演会会员。 曾获2002年全国化剧新剧目演出优秀表演奖《金石奖》,并多次获河北省优秀表演奖。 他曾参演过《战红图》、《索龙湖》、《台湾首任巡抚刘明传》、《金手指》、《神医喜莱乐》、《高纬度战力》、《秘密图纸》、《松户风云》、《刀锋》、《1937》、《解放云南》等影视剧。 除了以上六位国家一级演员参演的还有如此喜的扮演者演员《宋小英》、《落魄秀才》、《甜魁》的扮演者演员《恼怒》等实力派演员。 《神医喜莱乐》、《剧照》。 《宋小英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索龙湖》、《平原游击》对16号并放烛光丽的微笑,曾获得过第四届中国电影金机奖最佳女配角。 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机奖最佳女主角。 第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女配角。 第八届电影百合奖最佳女演员奖以及首届金赫奖最佳女主角。 奥陆是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剧系主任、国家二级演员、中国电影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、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协会会员。 代表座右、《非法持枪者》、《孤灵夜店》、《神医喜莱乐》等。 《神医喜莱乐》、《剧照》。 对这部一五年前的古装传记剧,你还有印象吗?你喜欢剧中的哪个角色,不妨和大家分享分享。